好 主观 这种忙 关心最新消息 民众党总统参选柯文哲的竞选办公室 昨天是公布了三份的民调 他们是找来了三家的民调公司 那么结果都显示说 这个柯文哲是赢侯友宜的 不过呢 就被发现在原始的资料当中呢 侯友宜是赢过柯文哲 因此这个加权方式就被质疑 对此柯文哲竞选办公室正经回应 马上带你来听 年龄 结构 人口 性别比例这些 都是公式之一 好 这些公式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那我再次强调 这些公式就是每一家的民调公司 他们原本的公式 过去国民党他们怎么样委托 求真 趋势 或者是世新大学 去做这样的民意调查 我们也用相同的公式来委托 我们并没有去额外的提出 另外的公式 也就是说呢 我们完全遵照科学 还有这些调查机构的专业性 让他们来做专业的调查 没有进行任何的调整 相关的数据已经在这边了 提供给媒体朋友们参考 我想这些东西都是可供检视 好 柯定道另外对于侯宇办公室 质疑说为何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提问 而不是侯科或是科猴的组合呢 那么柯文哲办公室是回应说 国民党好像一直以来都对自己没有信心 非得要把两个人绑在一起 不过呢 从这个提问的方式来看 就可以明显看出是 已经是有整合的问题在上面 香脆欣是把时间镜头转捧你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